显露出的情形,让韩丽瞳孔不禁一缩 矮于帐高的祭坛,此刻只有五六十帐高 上半部分如同被晴天俱刃,凭空斩去一般,只剩下半截 而在祭坛附近则漂浮着两物一人 一人是浑身被紫色光照护在其中的相之里 原本光芒刺目的护照,此刻摇摇欲坠,仿佛一吹即溃 相之里本人更是满头大汗脸色苍白 仿佛经历了什么激烈的大战 两物其一,是那一件直径持续的逆星盘 此物滴溜溜在空中转动,周身被一团仿若胶质的金光包裹 显得神秘莫测 另一物,则是悬浮在祭坛正上空处 是小半截的黑乎乎东西 其古怪形状让韩丽一正 随即又认出竟是那只剩下小半截的黑风旗 此灵宝大部分都已经在先前的自宝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剩下的这部分还闪动着黑光 竟未彻底回去的样子 韩丽丝下一扫,没有看到玲珑和那黑狼的身影 心中正大感诧异 然后逆星盘一动 从中心处喷出了一股金光来 一个曼妙的身影随着此金光显现而出 冷冷地盯向黑风旗 正是玲珑此女 而几乎与此同时 那小半截黑风旗同样发生了异变 一股黑气从上面狂涌而出 随即凝化为了一只持续大的双手巨狼 此狼身上皮毛黯淡,血目无神 那边向之里一见此狼脸色一沉 深吸几口气 原本苍白异常的脸色瞬间容光焕发 随后二话不说一抬手 伸出两根手指冲向此狼 两声轻响 一金一红两道剑光从指尖发出 方一脱手就化为十余杖之巨 仿佛两条天外神龙 交叉着直奔黑狼一盏而去 像之里倒也机灵得很 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但明显这位满身魔气的家伙 肯定是镇魔塔镇压的魔物不错 自然要趁对方虚弱异常之时 先下手为强 黑色巨狼脸现怒涩 随即双手齐扬 各喷出一股黑色光柱 一下抵挡住了巨大剑光 但是方一接触 立刻显出不敌 显然刚才引爆黑风旗 让其魔气已经快要消耗殆尽 但此狼却是不惊 反而是阴森地朝下方祭坛一扫 突然口中发出洞穿金石的力笑 远处的寒厉脸线一丝亚色 因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 数十丈之高的祭坛 瞬间破裂开来 仿佛海滩泥沙堆砌而成一般 在笑声中化为了乌涌 几乎与此同时 从祭坛残骸中 木然冒出了一股股漆黑四墨的魔气 迅速向整个空间蔓延而去 不好 封印被打开了 玲珑一见此目神色顿时阴沉下来 巷之里虽然不清楚此前的事情 但一件如此多的魔气冲下方冲去 似乎马上想起了什么 面容也一下难看之极 寒厉眼见如此多的魔气冒出 嘴角抽搐了一下 一言不发冲空中一点 悬浮头顶的金色巨剑 一身污名化为力道金红 向不远处的壁杖连斩而去 轰隆之声发出后 壁杖上刺目金光爆裂 但马上又有无数赤红色的箭矢 密密麻麻急事而去 竟是那人行傀儡 手持雷火弓 放出了漫天火石来 刹那间 整面壁杖都微微颤抖起来 但离击破此壁 却明显有着差距 寒厉面沉似水单手一翻转 三艳膳就出现在了手心处 但未等他深吸一口气 想要删出此膳时 一道刺目血光和两道弯月飞刀 同时飞射而出 击在了此壁杖上 寒厉一正 目光一扫 却是那万年师兄和林音平 也已飞顿到了附近 满脸焦虑出手 看来他们也很清楚 若不能早一步击破壁杖 逃之夭夭 绝对无法抵挡魔器的侵蚀 无论是想借助玲珑之力 飞升灵界 还是对通天灵宝大有心思的 自然都要先以保命为主 汉里没有说什么 手中三艳扇光芒大放 一只三色火鸟从扇面上飞鸣而出 狠狠击在了壁杖之上 下一刻 三色光运浮现而出 各色符文闪动 壁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响 并开始扭曲变形 其他宝物的攻击 自然更是同时狂暴起来 眼见在各种攻击下 壁杖扭曲到了极点 却始终未能崩溃破裂 寒厉面线阴厉之色 一边飞快掏出玉瓶 扶下灵液恢复法力 一边心念急转 想要另失其他手段攻击 就在这时 一道黄芒一闪即逝飞射而来 黄芒一脸后 现出了一枚黄色浮露 贴在了这壁杖上 顿时一层黄光 瞬间遍布了壁杖 寒厉一愣 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 幼幼团刺目金光包裹着什么 从天外流星般设下 一只被层层惊艳包裹的怪物 在壁杖附近一闪幻化而出 空间壁杖矩阵之下 竟就此破裂开来 一个从外面射进了 数缕白光的孔洞现行而出 惊喜交加之下 韩丽不加思索身形一动 顿时化为一道惊鸿 直接从孔洞中激射而出 人形傀儡同样一闪 在原地消失不见 眼前一亮 韩丽就出现在了一间 有些熟悉的大厅中 另有数道顿光 几乎紧随着韩丽飞射而出 在此地空中一个盘旋 纷纷现出身形 除了那万年师兄和林音平外 另一人竟然是相之礼 而这大厅竟然是镇魔塔的第七层 韩丽有些吃惊地望向相之礼 对方冲韩丽黑黑一笑 似乎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这时一道金色光柱 直接从壁杖中喷出 随即汇聚一点 形成巨大光团 人影一上 银发女子手持逆星盘 就出现在了光团中 小老头张开的嘴巴马上一闭 竟将口边的话 马上又吞了下去 而壁杖上的孔洞 已飞快地缩小 转眼间弥合不见 大厅中几人沉默不语 互相警惕之下 竟一时面面相觑了起来 哼 你们在这里 再度发呆一阵 那魔物吸够了足够魔气 无等几人只有死路一条 玲珑冰冷的目光 在韩丽和相之礼的面上一扫 竟然掀开口 你是龙梦前辈 相之礼迟疑了一下不太确定 毕竟当初 将他关进幻妙天象的龙梦 和魔魂融合的新灵魂 和龙梦给他的感觉自然大不一样 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是不是昆吾三郎给你们留下什么口信 不过 那所谓的龙梦 只是我的一部分而已 如此复杂的关系 自然让相之礼眨了眨眼睛 一时有些迷糊 玲珑 玲珑秀眉一皱 但还是嘴唇微动传音了过去 紧紧几句话后 相之礼先是吃惊 接着恍然 然后双目重新打量了一遍玲珑 用神识确认了一下眼前银发女子 的确没有半分魔器 才神色一松 急忙一抱拳 恭喜玲珑王妃 今日得以脱困 有关王妃之事 当年三老的确给晚辈留过一些指点之言 当年之事 三老也是被逼无奈 毕竟当时的龙梦仙子元神 竟然和魔魂融合一体 他们实在不敢就此放龙梦仙子离去 哼 此时等我回到灵界再说 你还是先想想 如何控制住魔器吧 我的躯体只要被真魔器浸泡超过三天 就会彻底固化成为魔化之体 到时此魔一恢复当初的神通 再有祭坛之下无穷魔器相助 一旦离开此地 想要重新转化出一只魔人大军 并非难使 整个人界也会重现上古大战时的混乱景象 不用王妃说 晚辈也知道一些 别说真魔器的可怕 就是此魔一恢复当初的惊人修为 我们人界恐怕无人能治 但现在第九层中已经充满了魔器 我们就算是想趁其虚弱之际灭杀对方 恐怕也无此能力啊 此魔有魔器源源不断补充 只要和我们故意闪躲下去 我二人就不得不再次推送 而且那枚我从太医门讨来的破戒符 也只剩下了两枚而已 既然这样 难道不能将那魔器重新封印起来吗 哪有如此轻易之事 原先封印法阵都已被毁 而能够控制昆吾山禁制的画龙喜 在我离开时也被此魔一掌硬生生地拍碎 否则若能抢到此法器 倒可以另行启动备用阵法 再将魔器镇压下来 但如今 唉 相知里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话一出 大厅中又陷入了沉寂 既然有备用阵法 以上古修师的才知 不会真的只有画龙喜 这么一个控制法器吧 沉默不语的韩丽平静开口 一听韩丽之言 相知里倒是一正 的确 既然有备用法阵 当年古修还是准备了另一件 控制昆吾山禁制的法器 但是此法器和画龙喜不同 从上古时候就是下落不明 据说被藏在此山 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知道其下落的 只有昆吾三老的另一只后人 但这后人早就隐姓埋名 不知所踪 我等向哪儿去找啊 命一致后人 原案如此 那三个家伙还真够小心呢 玲珑冷哼了一声 马上明白了昆吾三老的用意 林寅平和师兄听到这话 均是露出了担忧之色 韩丽同样眉头紧皱 却是随口多问了一句 是一件什么样的法器 难道也是一枚同样的印象 这倒不是 而是一块叫做天经碑的碑石 若是有此经碑的话 就可以换出备用法阵 天经碑 韩丽脸色不变 但心中目然一惊 马上想起了当初在山门处得到的那几件东西 上面的几个古文不正是叫此名吗 几乎同时 他马上感应到一道目光 在自己身上一扫而过 却是玲珑仿佛不经意地望了其一眼 韩丽心中咯噔了一声 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先离开这里 那魔物没有数日光景 不会破开此空间出来 趁此机会 我纠结南疆附近的所有修士 布下一些大阵 暂时将昆吴山重新封住 然后广腰大进宗门聚集于此 这魔物现身还是孤身一人 就算吸收了魔器 神通再厉害 成千上万的修士一齐出手 总是能有灭杀他的可能 至于那些真魔器毕竟是死物 大不了化为附近万里之内为禁区 然后再慢慢设法解决此事 啊 想到有此话大有道理 就如此办吧 我会万妖谷 也向谷主禀告此事 这事情可不是你们人类修士之事 我们妖族 也会派人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哦 若是贵谷出手的话 胜算自然又多了许多 特别贵武的车道友 小老儿子修道一来 就一直久仰大名 可惜数次奔赴都无缘得见 似乎车道友一直都在闭关中 万年师兄闻言 甘笑了几声 并没有就此回答什么 但是眼珠却微微一转 忽然转手冲着玲珑恭敬说道 玲珑王妃 我们谷主说起来也是王妃昔日认识之人 他是 说到这里师兄口中无声 嘴唇微动传音起来 玲珑原本神情淡然 但听了没几句 神色一动 墓中闪过了一丝亚色 是他 我说他怎么知道 我被封印在镇摩塔下的 玲珑南南的低于几声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往事 眉宇间竟出现了几分寂寥 既然王妃已经知道我们谷主的身份 不如先随在下回万妖谷小住一段时日 我们万妖谷各种灵秦异寿数不胜数 足可以让王妃再挑选一个合适的躯体 去万妖谷 没兴趣 也不会离开昆雾沙 过一会儿 我会重新返回刚才的空间 银发女子竟说出了让众人差点以为听错的话了